7月1日上午,香港各界称国安立法联合阵线在香港各区设立街站,庆祝香港回归23周年,并宣传新进通过的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》。 不少市民前往街站签名留言,并与志愿者合影留念。 在中环街站,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告诉记者,她的心情十分激动,上街举办活动都觉得安心了很多。 在阅读香港国安立法细则后,陈嘉佩认为令她感触最深的部分, 是《香港国安法》针对恐怖活动定立的条例细则,她表示这些细则是完全合理且必要的。 《恐怖活动》其实里面写了很多的事件,都是正正过往的一年,在香港发生了很多次的。 譬如是破坏交通灯,破坏一些公共的财产,这些等等。 其实我看到这个条文,我就觉得香港明明是一个很文明的地方, 为何我们连这些最基本的事,我们自己都守护不到呢? 现在有了国安安全法,港区的国家安全法,所以有了这个条文, 我相信这些暴力的事件,就应该希望不会再发生。 同在街站,为《香港国安法》助力的香港文职及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林冠良也认为, 香港国安立法通过得非常及时,同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。 希望趁着《国安法》这个机会,大家回归理性, 还有给香港闺民这个安居落业的机会。